电视剧《心想事成》是一部都市情感剧,由毛小彤、张力、李泽峰领衔主演,还有张凯丽、王子义、孙松、任正斌等十例演员,在剧中饰演重要角色,正在央视八套热播中。 为了给孙心更好的生活,楚晓宇豪赌了一把,挪用了公司的钱,结果被判入狱三年。 这件事情对孙心刺激很大,也让他意识到了一点,喜欢合在一起是两件事情,两个人的诡计不一样了,互相放手才是真爱。 他和楚晓宇在一起不会有未来,甚至可能害了楚晓宇,也害了自己。 所以,孙心没有等待楚晓宇三年,而是决定了和吴江结婚,这看似是一个理性的决定,实际上恰好相反。 他和吴江结婚的决定,其实是冲动的,甚至可以说很冲动。 表面上看,吴江虽然是外地人,但家庭经济条件不错,拥有良好的物质基础,孙心物质条件较差,但是有北京户口,且两人在事业上方向一致,可以共同努力。 所以在很多人眼中,孙心和吴江算是门当户对。 但感情的事情,尤其是婚姻,就像是衣服一样冷暖自知,只有穿在身上的时候,才能真正感受到。 孙心和吴江真正相处的时间太短了,他们对于彼此的了解,其实都不够深刻,结婚更多是冲动的决定。 孙心其实不用那么着急和吴江结婚,但是他害怕面对出狱的楚小雨,所以才快刀斩乱麻,目的就是在楚小雨出来之前,用既定的事实让自己死心,也让楚小雨死心。 只是他不知道,吴江看似包容大方,但和自己结婚,一样是冲动的决定。 如果说谁最了解吴江,那一定是他的前女友小璇。 两人也是发小,彼此父母熟悉,高中时候就在一起,后来吴江出国了还保持着关系,一直到吴江决定来北京发展事业,小璇不愿意才分开。 小璇对吴江的评价,他看似冷静理智,有规划,其实骨子里是一个利己主义者,在他看来吴江在感情上的退缩,其实就是不够爱孙心,或者说没有看到足够的利益。 也是这句评价让吴江下决定,去了孙心家里表白,不再瞻前顾后,他觉得自己终于认清自己内心的感受,在感情上勇敢了,其实不过是因为被前女友戳穿了自私利己的本质,在恼羞成怒中做了冲动的行为。 吴江因为自尊心,做了冲动的决定,但是后他又发现,这样的结果似乎也不坏,首先是摆脱了前女友的纠缠,给家里也有一个交代。 其次他的事业到了一个关键期,和孙心结婚能够稳定生活,同时为自己的工作带来巨大的助力。 在和孙心结婚之后,他自己成为了技术总监,但是却不给孙心升职,还让他挂着原来的产品经理职务,干着项目经理的工作,实际上就是把孙心的功劳,变成了自己的,同时也为控制孙心,不想让孙心可以单独做项目。 婚后的吴江逐渐露出自私利己的本性,不再像以前一样,对孙心关怀备至,在他心中自己的事业是第一位的,之后才是孙心,才是其他事情。 这样冷漠的表现,孙心心底很失望,如果他当初不是这么着急这么冲动,而是多相处一段时间,很多东西都可以看出来。 所以,才结婚不到一年,孙心对吴江的评价,就只剩下适合过日子。 吴江的实力和能力,能够解决生活中遇到的九成九的困难,但楚小宇曾经给孙心的满足,是没有的,得失冷暖只有孙心自己知道。 相比较孙心,孙响运气要好很多,虽然因为误会错过了于非,但是得到了物质条件更好,性格更加成熟,也更爱他的王一斌。 但王一斌也并非是完美的人,也有缺点和不足,希望孙响看清楚了再决定。